这里是开福堂北美时间21年6月23号 我们下面讲后面一个叫实时 我把它说成实时的人文反思 就是我们整个中国问题都在人文上面 其实不管任何族群 任何族群它遇到了困难遇到了灾难 包括我们个人 我们讲到了个人遇到问题 你首先要反思的观念 观念其实就是人文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在里头 所以如果出现问题 基本上都是因为社会是我们人组成的 人之间的协调不好 就导致了悲剧性的事情灾难性都发生 所以能协调不好 那就是人文出问题了 说白就是人文出问题 所以人文的东西是我们开悟堂是一个重点的 也就是大家要突破变成开悟的一个重点 你把人文捋清楚了 你就彻底开悟了 说白就是这个 尤其是在世俗 像佛家和道家它是回避 他不跟你人打交道 回避一个人在里面闷羞去了 他把这个重大一块扔掉了 那么基督就用了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告诉你平等 我们总结下就平等和就是这件事 这样的话就让人的生活就简单明了清晰 所以我们推崇的是这一块 那么这里面怎么出来呢 大家要意识到一点 就人文的纠缠 那么这里面就看出你怎么去选择好的人文 那你就看谁更文明一些 你选择谁更文明 那你就要琢磨那他们为什么文明 他们里面人和人的关系是怎么样调整 什么校正的 从这角度就可以看到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还要有对现实的一些不好的人文环境里面 要有一个鉴别力 拿起来马上就分辨 这里面呢 我们根据网友发的一些东西呢 我们提供一点 提供一点作为大家的一个参考 第一个呢是讲到的一个历史 讲到这个历史 历史讲130多年前 美国的女传教士道记 在北京亲眼目睹了中国女人饱受的生产之苦 就生孩子 可以你从他这些东西记录下 也知道中国那时候多么的落后野蛮 原始 当时孩子生下来之后 接生婆从抗洗礼抽根洗蜜 洗蜜就是蜜啊 蜜是一个竹子的一样东西 过去的席子抽一根竹子一样东西出来啊 然后把孩子的脊带割断 再撒上一把土灰止血就OK了啊 土灰有时候是用了香灰啊 真的土灰止血就OK了啊 结果很多孩子生下来没有几天就死了 产妇也会因此患感染而死去 那时候的死亡率高 出生率高死亡率高啊 人也跟这个有关系的 结果很多孩子生下来没有几天就死了 产妇也会因此感染而死亡 倒计随即返回美国 用了八年的时间啊 筹集资金终于在1885年重返北京 在安定门北二条盖了十二间平房 建立了中国第一所妇产医院 倒计医院 再不算说啊 他据于1920年统计西方传教士一共在中国捐建了820所医院 现在全国各地的很多首区医治的大型综合医院的前身都是由这些医院发展起来的啊 这肯定了啊包括北京的同仁啊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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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仁医院啊都是同仁医院还有那个那个北京的那个叫什么 哎呀那个一下到嘴边就忘掉了啊 同仁医啊同仁医院不叫同仁 同仁是 啊协和协和啊协和 基本上全是啊 几乎全是的 各地的都是 然后后来他们建医院 然后盖大学啊 两样东西建学校 办学校盖医院啊 所有的现在呢 我们现在过了日过了一系列的机构 所有全是西方来的啊 所以中国人他妈的 我们讲骂起来就是很要不得啊 很没道德品你所有的现在东西包括你的理发啊 包括服装这个全是西方来的 然后你反过来要消灭西方啊 这些人就是万劫不复 我们讲的必须该死啊 就这样的情况 好下面给大家看一个小视频啊 看看是咋回事 我们看一下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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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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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当于一个餐厅一样啊,是能口开的,我估计他们闲的没事啊 几个厨师和一个老板大概是这样 相当于成立一个客桌,然后两个人呢用白毛巾蒙了头 把头蒙住了,手里面每个人都有一个毛巾布条一样的 然后说你们俩白毛巾蒙了头的,你们俩对打 蒙了头你就看不见,就挥舞那白毛巾那挥 然后这边组织者呢,一个裁判呢,他是看了见啊,告诉你们俩对的 然后边上还有一个老头坐在凳子上,手里也拿一个毛巾 然后说开始,开始这两个人因为看不见,他拿手就乱挥 乱挥,然后屁股双击被毛巾打了一下,然后他就转过来双击被打一下 结果这两个蒙的毛巾能永远打不到对方 不仅打不到相互之间打不到对方,也打不到别人,因为他们是瞎子 然后他们两个始终被挨打,被挨打的意思就是抽鞭子一样 就提醒他还有他的存在啊,否则他老挥挥打不到他就不玩了嘛 然后边界被打了他不甘心,他要反抗啊,反抗就是越打越来劲 越打越来劲,结果这两个被蒙面的人呢 被蒙面蒙住眼睛的蒙住头呢,经常被打啊 那就谁打呢,就是边上那个所谓的睁的眼睛高主持的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坐在那看客,拿了一个毛巾上去 啪就抽一下啊,不时时机的抽一下啊,这里面寓意的什么 这个含义啊,我们看看网友怎么说的啊 网友,我们先看网友怎么说啊 我们再解释一下啊,他说看明白这个视频了吗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互联网上直面的对手只是被蒙蔽了的普通人 真正的敌人是那个蒙蔽他们双眼的人 真正的敌人,因为那个人抽他们屁股啊,打他就睁眼的打不眼 我们解释这里面就是两个维度啊,你眼睛一蒙,你等于信息的盲点全都不出来了 等于你的维度就降低了,高维度跟低维度就这样的一个差别 所以高维度去处理,低维度是简单明了,轻松开始下去了 啊,那么这个就是,在中国里面基本上叫层次叫楼层都可以 你在一楼二楼,二楼上面一个铁栅呢,弄一个透明玻璃 它就是你一个监视掌,要把你关起来在里头,你一点责都没有 所以这里面就是个维度的啊,差别,维度的差别,提醒大家 信息的维度啊,各方面的维度,差距就这么产生了 所以你在低维度的时候,你没有还手之力啊,你只有被动挨打,被动抽血的事情啊 就干长工,说白了,低维度是高维度的努力啊,低维度是高维度的努力 你反过来讲,我们讲现在的美国,我们到美国就发现,它的物价很低啊,物价很低啊 我们按照它的收入来比啊,按照美国的收入和美国的物价平常的消费比 收入和平常消费比就物价很低啊,你比方他们餐馆的饭菜之类的 我们跑了很多一些饭馆菜馆各方面的,大概二十多块钱就算是那个中高档的了 中高档,二十块钱算中高档的,我们在纽约进了一些好的餐馆也是一样,二十多块钱算是高档的 三十块钱的菜不多啊,很少很少啊,除非高档里面 有人讲,你这不是到高档,我们到那地方去像那个皇宫一样的对待我们啊,我们到了一个意大利餐厅 没什么人,就我们俩俩俩俩口子在那吃,那玩意伺候,我们三个人围着伺候啊,一伙过来一伙过来 弄得我们都不好意思就狂点了,点完,吃了那么多还吃不了 那个后来烤的披萨是最正,真的很正宗,非常棒啊,我们就后来吃不了都拿了走了 那才花了一百来块钱,那么酒啊,几为酒什么东西都上的都是啊,但费用都都不高啊,跟他们的,跟国内来比就不一样 国内动不动就是几十块钱,五十块钱,六十块钱,几百块钱的菜就上来了,他那边是没有的 这点我们讲的跟他的收入相比,生活水平是比较低的,从这个角度,你把他有的餐馆那个那个里面非常好 他们基本上都是,快餐也是一种份一样的啊,就是一个就是就是,每个人从卫生的角度上都水不像中国是弄一桌啊,弄一桌 然后也够量,也够量,他有的地方二十来块钱就是你两个人的份量,一人可以点一个配套的套餐一样的配套,一人可以点一个 也就二十来块钱,三十块钱不到啊,这个里面有些讲起来这叫快餐,不是他们真正的快餐是汉堡 开了汽车到那里,买杯咖啡啊,拿个汉堡,那是真正的快餐,就麦当劳这里呢,属于的,像这个还不属于的,就属于简单的啊 当然也许有的网友讲,你还没到更高档的啊,什么几百几千美金,那个都是忽悠大家,我认为都是忽悠大家的啊 忽悠中国这帮那个,那个那个,国内的傻帽的啊,我们讲的以前郭文贵播报那些东西,其实就是忽悠大家啊,炫耀这些东西,炫耀这些东西不切实际的啊,坦率的告诉大家 那么,所以他这个生活水平为什么比较低,保障来自于哪里啊,来自于这个第三世界的架工 以为中国啊,中国架工,他这里面日用品很便宜都叫一元店啊,一元店,国内是叫二元店,对吧 国内经常有两元店,过去的百货公司都倒闭了啊,变成这种啊,小商品这种事啊 他的服装也很便宜啊,服装也很便宜,所以基本上价钱都表示在这样的一个层面上面 那么靠了什么来的,但是我们换算一下,如果是1比6.5,1比7啊,我们好算的话 你用1比7,不好算,你不愿意算,你要精细的就1比6.5,你像他一元钱的东西啊,就合6块5 6块5加上路上的运用费啊,所有东西,对中国来讲的生产成本远远用不着 国内是两块钱,还有钻头啊,两块钱钻头只有他这个一美元的三毛钱,也就三毛啊,三毛钱吧,三毛钱 国内的两元店相当于美元的三毛钱,那么两元店他还有钻头,你想想看他这个利润差有多大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讲的吧,都是按照中共来讲,都是剥削我们第三世界的啊,穷苦劳动大众的啊 那你干嘛,你凭什么,为什么你让他剥削呢,那可不就这样情况 所以欧美国家的这个长期这么几十年的稳定啊,我们讲到中共是起到了巨大的啊,那个作用呢 就是说中国人起到了巨大作用,就是鸡鸦做狗一样的,当奴隶一样的啊 所以这块呢,你要是不理,这就层次啊,文明的层次,货币的层次,这种差别就出来了啊 你做牛做马,你你争的就变成了做牛做马,你因为你的商品都不值钱,你的劳动也不值钱啊 为什么啊,人家能够保持欧美国家这么最比较低的消费水平啊,长期也比较稳定 这种稳定也保障了美元的坚挺性,大家的保障了美元的信用和他的坚挺性 他的通过膨胀率的降低啊,提醒大家这个,所以从这一方面希望大家能够开窍一点啊 我们为什么要提醒大家往文明国家跑啊,他是一个综合性的因素 完全不在一个平台上面一个一个城市,两靠系统啊 那个系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很多中国人过来他没这个意识的话 你到了文明国家你融不进去,是因为你没有这个系统的意识概念 好,所以其他的东西,你除了享受这种低物价,其他东西还是按国内的方式来运行 这就是啊,他这个没有系统意识产生这样的一个后果啊,我们提醒大家这个 好,后面还有一个是,网友讲的欲中苏简,我忘了这个是谁的名言了啊 他也叫欲中苏简著名两句话,他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缺陷啊 愚蠢是一个社会学问题,而不是一个心理学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拥有什么样的认知是自己愿意的 我们成为什么人也是自己默许的,没错啊,我们讲到这人是观念的囚徒 关键是谁,你有你的观念,别人有别人观念,如果你没有你拷贝别人观念,那你就成了别人的囚徒 这就是共产党洗脑的作用,共产党为什么要洗脑你,让你成为他的囚徒 你成为他的囚徒,你就成为他的奴隶,因为这些所有的观念都是他给你的 你一点独立的辨别能力也没有,也没有独立的思考能,也没有辨别能力 所以你全是模仿的人就是别人的奴隶,所以你比方说中国搞这种商品经济也是一样的 搞生产以后,你都是模仿偷人家的技术,你就是人家的奴隶,这个是毫无疑问 我们讲到啊,什么叫师徒之间对吧,你如果说好听的,徒弟就是师父的奴隶,过去都是这样的对不对 徒弟就变成了师父奴隶,为什么你都靠他来供养的,你靠他来给你一点点财 除了到你独立的时候,你才能自主,自主的时候你可以自己定价 说白了,这里面就有,还有一个定价权在这里头 就是这样的状态,所以你依赖什么,你就成为被依赖,你所依赖的奴隶 这点希望大家提醒这个,那么在下面这一条我们再看看中国的一个状态 这是一个尼日利亚的黑人,卢旺达 卢旺达黑人丹尼斯·苏格拉底,他说对媒体说 他说现在白人女孩不容易搞到手,日本韩国女孩更不容易炮 但是我在中国留学时,却有大把姑娘抢着和我睡觉 在东方,我的衣食住行都不用我操心,而且有一大笔零钱 我平均半个月就可以甩掉一个中国女孩,因为中国女孩不看书 不关心时政,总感觉我是个富有农场主的儿子 其实我家就养了两只羊,一头牛,三只鸡 他们无知的大脑对外界事物都麻木无感了 只追求动物本能,他们根本就瞧不起同胞男人 却对我们超级感兴趣,约会一次就可以轻易得到我想要的东西 这在日本等西方国家是不敢想象的 这个虽然是一个是某某车司机 翻译过来,应该是翻译过来或者是转贴过来的 你看这下面就是这个,说是卢旺达这个黑人 他讲的事实吗?事实是这样的情况 这个就说,这就说明中国的人文坍塌了 你甭管是传统文化还是共产党文化 到这个,在这个情况下是坍塌的 我们明年,明天可能会专门讲这个方面 一个定位男女方面事情 有中国的女性对自己的族群彻底感到失望 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在里头 大家记得这个 这是一个,那么下面还有两个小视频 我们看一眼,看一眼 这个首先听一下 这个 十几年以前,我收了一个做的男演手术的一个中年男性 手术做得非常漂亮 但是手术以后,这病人昏迭了 怎么都不行 躺在ICU里面,插着气管插管吹着呼吸机 他就是不行 一周过去了,两周过去了 已经明显的麻醉药物的代谢时间远远超过了 但是病人就是不行 这个时候,他的肺部开始出现感染 身体很多很多器官的功能开始出现异常 如果再找不到确切的原因和治疗方法 那这个病人很难逃脱死亡的一个结局 我记得那天晚上,正好赶上我们医学院的同学聚会 把一群医生凑在一起 我就和大家讲这个病例 我们有个同学就说 说你别想了 赶紧喝酒 喝完酒,你的病人就好了 听到这儿呢,我就突然灵光一现 我撒腿就往医院跑 找到病人家属 我说他平常喝酒吗 喝,而且每天喝一斤 那很显然呢,病人酗酒这个细节 在最开始被我忽略了 要赶紧上网查 那么在酒精戒断的这种症状呢 它包括什么呢 包括一些这种烦躁啊 一些躁狂啊 甚至有些人会出现精神分裂 但是有少部分人会出现这种昏迷 我当时就判断 这个病人呢 他一定是酒精戒断引起来的症状 我马上去找主人 我说我想给他往胃管里打上半斤酒行不行 恰好这主人呢,非常支持我 当天晚上呢,给病人胃管里来 就打了半斤酒 你猜结果怎么着啊 第二天的时候,睁开眼,他醒了 第三天,拔了七碗茶馆 高高兴兴的回家了 今天在想这个病例案 其实非常幸运 第一个幸运呢 我正好碰上一个支持你做这种 打破常规的这种操作的领导 第二个幸运呢 是我掐好我的判断 符合了病人的病情 其实在很多时候 在病人的这种个体化的差异面前 医学是非常复杂 而且充满了不确定 在极端情况下 那么很多时候呢 需要医生 病人家属 共同的做决策 勇于的去打破这种常规 因为呢 你要知道 医学存在的终极礼物 就是生命第一 很有意思吧 很有意思 这个其实讲到了中医的一个重要性 原理上面其实中医的 一个是自活人 一个是讲到的系统 那么 所以中医是个性化的 中医真正在具体的病例案例上面 他绝对是个性化的 所以他不能像西医那样普遍化 西医是自死人 我们前两天也分析过 给大家讲过 他是把人当成一个物质 统一性的一方式来处理的 中医是把你当成特殊性来处理的 所以大家记住这点 所以你看不好病 不就说明要不中医是水平不够 或者把你当统一性来看的 不是当成特殊性来看的 这里一直讲的很清楚 这是一点 第二个 他其实就是造物主的一个灵感 灵光一下 他应该感谢他的同学给他提供了这样的一句话 你干嘛来喝酒 这其实就是一个提示 这就相当于我们讲的 门杰列夫做一个梦一样的 就弄出来元素周期表 是一个道理 所以神性的东西始终都是存在的 严格来讲 这个就是这家伙还有点会工 或者他专注于这方面 心里面老惦记这里面 所以他有这方面的一个灵感的一个接受 一个灵感 别人的一句话 不经意的一句话提醒他 这种事情都是经常存在 这反过来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就是说人是变化是无常的 你想想他琢磨了好长时间 按照毅力所有东西都不行了 他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玩意 结果一个灵感给他灌点酒就行了 一个灵感回家他马上去查 查完以后灌零酒 这样的话他等于是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效果 一般来讲你想想像这种病症 你给他为了打酒精 打酒白酒之类的好像不大不可思议 那么也是他那个科师主任也同意他支持他 那也算是一个幸运 反过来就是那位病人的福气 我们讲过来福气 遇到了上帝要拯救他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程 这样的状态给他弄了一个特殊的方式 所以其实每时候同样一件事情 如果说你的思维是开阔的开放性的 你一维的人是一种解读 二维的人又是解读 三维又是不同解读 四维又是不同的解读 大家记住 同样一件事情 你维度不同的人 他的解读或观察的角度 情况都是完全不同的 大家记住到这 所以没有标准答案 坦率告诉大家没有标准答案 除非两点成一线 那才会有标准固定的 如果单一的一件事情 孤立一件事情 他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提醒大家 结合这点 那么 你比方说我们讲到有时候一个文字 不同的时期 他可能内涵又发生变化了 不同的时期 同样一个文字 不同的时期 内涵发展 不同的人讲出来 他内涵又发生变化了 那么你要找一个统一标准 那你叫往要有哲学概念 往深层次去找 找到他一个本源 然后使用的人 用这个本源来校正 以本源为标准的话 那么使用者他变了内涵 那你就要琢磨是他撒谎的 还是因为他当地的环境条件呢 还是他们就是这么干的 或者他附带的另外的一些含义在里面 那你就讲到 他在认识这个词汇的时候 他的背景环境是怎样 这是完全不同的 达到这个境界 你的思维能力就大大的提高了 我们讲到对社会了解 好 这是一个下面再看一个龙卷风 这个龙卷风很奇怪 你看见没有上面是个柱子 看见没有柱子上面是什么 一条白线 这个下面是一坨那个那个那个烟雾 这个看上去猛一看 像一个我们讲了吧 就像个洋具 下面是一团那个龙烟雾 上面一条灰柱子 灰柱子上面有一个 这个白线啊 他待会又拍上去了 这应该是在美国啊 我就应该是在美国的一个 一个地方 看看他这个柱子的状态 但是很奇怪的是他这个龙 龙卷风的上面 龙卷风的上面 上面是一条白线啊 白线的光柱一样的东西啊 一条白链的光柱一样的东西啊 待会儿 而周边都是啊 那个空气各方面都很干干净净 安安静净 就唯独这一点 你看他的龙卷风卷起来非常厉害 而且那个沙城他也不离开啊 不离开 不会像我们一刮风刮了到处都他没有 他就紧紧围绕这 你看上面一条柱子龙柱一样 像喷龙一样的啊 这人感觉到啊 我估计网友上传这个会把它当成男性的射精啊 我们就坦率的讲 因为他这个柱子确实像啊 下面是一条路线啊 上面像一个羊柱一个举带 然后上面就喷出来 你看啊 喷出来一道白光啊 白光线一样东西 蒸汽东西上去了啊 那么这个给我们什么提示啊 我们看一下啊 这块给我们什么提示 我们感觉到这个是个活物啊 这龙卷风会不会就是说我们讲到的这种太 外星人啊 太空其他力量啊 故意绞型的这样的情况 或者他里面也是采取了什么 那种电磁引力啊 电磁什么方式 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状态 形成这样的状态 所以他会控制这个 就像我们去控制这个 蚂蚁窝啊 或者是养鸡场啊 或者什么样的情况是一样的 也就是在外星人来讲 我们人类非常非常渺小 在地上就像满地爬的一个人物 三维都我们自己认为我们是三维空间 还可以有个三维意识 如果在外星人眼里看 你不就二维吗 后来给你帮助你造了飞机了 你才有三维的体验了啊 否则的话 你跟我们把我们看成蚂蚁是一模一样的啊 看成蚂蚁 我们的房子在他高空下来 可不就是小蚂蚁窝吗 他就把你当成蚂蚁窝一样的给你弄掉啊 所以在大家的思维放在这个角度来讲啊 说明我们这个地球是有人监控或者有人在左右的 尤其从这个龙卷风给我的一个启示就感觉到 他根本就不是说我们的自然的一个现象啊 他应该是有太空人或者是外星人或者是怎样的一个力量 在这个大气层里面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东西啊 形成这样的 你看他那个漩涡状啊 这个漩涡状就相当于我们看到水里面一样的 水里面他有个漩涡 我们人工可以拿个筷子啊 拿个字条转转转转转转成一个漩涡 但是你一定要动力去搅的啊 那么这个呢 太空人外星人把这个大气层看成一个水池啊 看成这个大气看成一个水 他可以去搅动的 然后他用了搅动吧 我们也看不见他搅动的东西 他可能用了电池啊 用了光啊 用什么东西 他能够控制东西给你搅动 搅动的范围就这么一点 大家可以看得清楚 我们见到的沙尘暴这类的 龙卷风起不来 他就不是这样 他是一片一片的 你看看美洲大地上出来 全是龙卷风之类的 所以会不会这个方面就是一个外星能在这里面做的事情 高兴了或不高兴在里面做的事情 好 这是我们讲到的人文方面的东西 反思和扩展啊 人文的反思和扩展 然后今天的播报 我们先初步先到这里 先到这里 这段时间是调整期啊 调整期 所以我们会做一些常规性的啊 一个普通性的一个一个播报啊 大家记得这点 好 也许可能过会儿我们再做两个专题 有可能再补两个专题啊 OK 谢谢大家